有特別提到市政重劃基金 是可以拿來增加開發建設的收入 在開發建設收入充足以後 市府的其他稅入 就可以利用大水庫的概念 來增加社會福利 包括我的電動機車 我想林市長是非常的清楚 對於國民黨北北基陶的候選人 多次聯合造勢共同拉台 展現團結氣勢 未來如果順利連線 謝國良表示 將會組成聯合市政平台 加強首都圈的聯繫溝通 為民眾來謀福利 未來三週我想北北基 包括侯友宜 蔣萬安 謝國良 我們還是會好好的發揮 我們聯合作戰的能力 共同搶下北北基再加桃園 希望我們這四席都能夠當選 相反的你看到民進黨 他們彼此沒有辦法合作 蔡世銀不敢找陳時中來 陳時中也不要蔡世銀去台北 他們各自孤軍奮戰 甚至同屬正國會的林家龍跟蔡世銀 也都是各選各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四個人的聯合作戰 一定會達成最後我們想要的聯合獲勝的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想要知道說如果北北基有連線的話 對基隆的未來有什麼幫助 北北基淘我們四個首長 未來如果都當選以後 我們就會用LINE群如侯市長所建議的 組成一個聯合溝通平台 不管是救災 不管是颱風天的上課 不管是上班以及其他交通的合作配套 我們都可以立即的在北北基堂四個首長的聯合施政平台 來共同的馬上做一個統一的決策跟方向 我相信這個會比四個縣市首長都在不同的政黨 彼此之間有隔閡跟戒諦 這樣子的一個不能緊密合作的一個狀態 我相信我們四個人會是最適合的一個選擇 記者黃日生 紀錄報導